汽車車行石桌爆裂 石塊被炸得四處飛散 威力強大 讓機師鏡頭也被震得搖搖晃晃 一整張石桌被炸出一個大洞 為什麼會發生爆炸 老闆怎麼想都想不透 調閱監視器才發現 原來丟鞭炮的是這名男子 鬼鬼祟祟 檢然隱性就快跑 三番兩次搞破壞 相信嫌犯跟被害人 科興民眾有財務交分 用那個爆裂點燃 警方調查發現 原來丟鞭炮的男子 欠了車行老闆不少錢 日前被上門討債 害男子被趕出家門 才會心鮮不滿 凌晨三點半 先拿石頭對車行的車子猛砸 接著上午七點半 又拿鞭炮來炸毀石桌 還好當時沒人 否則後果不堪設想 把車行的石桌炸毀 男子落往時坦誠犯行 只是欠錢不還 還拿兵炮炸載主的車行 這下越欠越多 男子後悔也來不及 記者賴關章 陳照顧台南報導 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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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